美军印太司令上任,直接点名中国,声称必须准备回应释放了怎样的信号,关键时刻,古巴做出决定,对中国敞开大门,或将重演历史,以史未尽,可以知心替,以人未尽,可以明得失,欢迎订阅老海说史。 南海禁航一周,古巴对华敞开大门,中国终于等到,废魄船不用拖走,美国想要制造对华筹码,但却在南海接连闯下大祸,中古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升级,解放军在南海的密集行动也已展开,与其说菲律宾在南海持续挑衅中国,倒不如说是美国踩着菲律宾,入居南海与中国博弈。 美国在南海接连对华出招,自以为很是高明,既不至于过度激怒中国,又能给中国制造诸多困惑,殊不知,美国此举好似掩耳盗铃,已经接连闯下大祸,美国闯下的祸事,概括起来有三个,第一在菲律宾部署了中导系统,第二挑唆菲律宾加大对华挑衅,第三开展美日飞防务合作,甚至有意将日飞拉进奥库斯联盟,美国在中国的家门口耍大刀, 五五渣渣看起来很热闹,进险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威胁,面对这样的情况,中国还有其他什么选项吗?除了硬刚到底,以牙还牙,以眼还眼,再无退路可言,有分析认为,美国之所以如此步步紧逼,实际上还是在制造对华施压的筹码。 说白了,美国现在还没有睡醒,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,让中国无条件接受美国开出的所有无理要求,美国的要求有什么呢?从目前来看,无非有两个,一是迫使中国切断与俄罗斯的联系,使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,难以支撑乌克兰战场巨大的消耗,二是让中国敞开国门,放开金融管控,让美国资本在中国市场尽情收割,好让美国吃肉回血度过危机。 对于这一点,瞌睡桥早就已经没有避讳了,不久前面对媒体说出了心理话,认为中俄日印太过排外,所以这几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才不好。 看到了吧,这就是美国的真实意图,按照拜登的说法,中俄日印在这个时候,就不应该对本国经济采取任何保护措施,而是应该敞开国门,主动把脖子伸出来,等待美国资本的尽情收割,说得难听点,瞌睡桥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 不管美国有什么动机和想法,中国都绝不可能任由美国胡作非为,反击的号角也从来都没有停过。 首先,美国入局南海之初,中古之间就取得了共识,中方会在军事上向古巴提供帮助,随着美国的挑衅加剧,中古之间的关系也在持续升级,古巴近日已经宣布。 不仅恢复了两国之间的直航,还对入境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,古巴对华释放的善意意味着什么? 美国心里最清楚,美国的后院如今也成了中国活跃的地方。 其次,解放军近日也在南海展开了密集活动,已经在相关海域划出了禁区,要在这些海域内进行实弹演习。 解放军释放出来的信号也很明确,嫌美非搞联合军演太寂寞,解放军也适时出来秀一把肌肉,做好了钢刀对钢刀的准备。 还有一点,中国的科考船近日已经进入仁爱礁海域,对相关海域展开了水文调查分析。 有分析认为,中方此举似乎是在为随后进行的填海造胶做准备,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到时候菲律宾一下子就省心了,不用再为怎样向非法坐摊舰投送物资耗费心力了。 中方不排除直接没收这艘破船的可能,不管怎么说,中方的耐心正在被美非的步步紧逼耗尽,已经做好了军事冲突的准备,现在就要看美方是否警醒了,否则必然会导致难以挽回的后果。 近段时期,美国连续在南海对中国发难,先是将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菲律宾,这会对中东东南沿海造成直接威胁。 随后,美国还竭力引诱菲律宾对中国进行挑衅,并拉拢十多个国家参加美非兼并兼军演,自以为由美国撑腰,菲律宾马克思政府撕毁中非君子协定,还宣布禁止非国防部与中国大使馆进行任何接触。 同时,美军高层还迎来了一个大变动,约翰·阿奎利诺卸任印太司令部司令,接替他的是萨缪尔·帕帕罗,在美国防长奥斯汀和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面前,美军这个职权覆盖约半个地球的司令部进行一把手交接仪式,随后,刚上任的帕帕罗就在交接仪式上直接点名中国,声称我们的世界面临中国带来的复杂问题,因此必须做好准备。 回应中国越发强硬和扩张主义的领土主张,帕帕罗还赞扬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劳纳,声称此人揭露了中国灰色地带行动的本质,展现了美国及盟友的集体智慧。 美国的部署和对话言论,说明中美现在的区域布局已经进入名牌阶段,美国完全不掩饰想要通过军事等手段,打压,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。 作为美国曾经的殖民地,菲律宾在没有经过武装斗争的情况下,就因为美国准许获得独立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,菲律宾实际上隶属于美国的外延体系。 在2016年中美、南海对峙,美国航母狼狈被撤离,使得中国完全掌握地区局势主导权,不过在7年后,美国依然能裹挟菲律宾。 在南海挑起纷争,除了军事,美国在金融方面也有动作。 美国国会通过没收俄罗斯资产法案后,很快就有议员公开表示,如果获取中企援助俄罗斯的证据,就对中方实体在美资金、资产进行冻结,很明显。 美国想把之前对俄罗斯的做法套用在中国身上,如果冻结这些中方的海外资产,美国下一步必然是找借口没收。 不过,美国想要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可行性很低。 一方面,金融本质是贸易的外延产物,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,这让香港、上海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中心,美国的金融制裁效力大减。 另一方面,随着俄罗斯对西方实施金融反击,冻结摩根大通等机构的在俄资产,让西方国家意识到,实施金融制裁风险极大。 要知道,中美经贸高度融合,美国也有大量资产资金在中国,如果实施对华金融制裁,美国也会承受巨大损失。 因此,美国财长耶伦很快表示,趁短期内不考虑对华金融制裁,同时,中国在南海也有大动作。 据央视军事频道发布的视频,解放军的轰-6K轰炸机已经部署至南沙永暑礁基地。 在视频中,还出现了轰-6K从空中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画面。 有分析指出,解放军此举就是预演斩首飞镜内高价值目标,例如美军的导弹系统。 此外,解放军的055驱逐舰大零舰,052地驱逐舰合肥舰,054A护卫舰郑舰和903部级舰威山湖舰,出现在菲律宾塔威塔威省附近海域。 当地居民称,中国军舰太大了,菲律宾军舰简直不值一提,解放军的行动让美飞联军猝不及防,他们没想到中国亮舰如此果断,不过让美国感到意外的情况还远不止于此。 据环球网报道,古巴旅游部长宣布,为了推动中古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,决定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,或许有人会问,只是免签而已,没什么大不了的事。 然而,就在上个月,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政治部主任罗霍访华,与中央军委副主席进行了会谈,中方明确表示,将帮助古巴的军事建设,现在,古巴宣布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,还恢复与中国的直航,可以说向中国敞开了大门,这意味着,中国可以直插美国的后院。 对,这个情况,让国际社会想到了冷战期间的古巴导弹危机,既然美国把中导系统部署到菲律宾,中方也能对等反制。 如此一来,美国还有在南海调试的心情吗?或许是意识到情况不妙,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在5月6日发文,喊话拜登放弃保卫南海。 文章指出,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,对美国基本没有战略价值,作为南海和东海经贸活动的受益者,中国根本没有影响商船正常航行的做法,很明显,美国人事实上很清楚,所谓的中国影响自由航行就是欲加之罪,不过是给美国干涉中国近海事务找借口。 文章还指出,美国引诱盟友对华挑衅,实际上让中美关系更加紧张,这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没有好处,因此,中美需要和平共处,美国要选择理智做法,放弃所谓的保卫南海、东海的承诺。 实际上,美国看似对中国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,联合多个盟友对华施压,但他们自己的戏份正在持续降低,例如美国引诱菲律宾对华挑衅,自己却对飞方船只吃到中国海警水炮的情况无动于衷,这次美飞联合军演,在看到解放军舰艇出现后,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一口气跑到了泰国。 此外,中国海军即将进入三航母时代,轰六纹轰炸机,装载多款大型神秘导弹纷纷现身,使得美国第二岛链战略核心的关导。 印太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,也在解放军火力覆盖范围,美国人看似狠话说得多,但真的不敢摊牌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